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福气旺旺,裁员滚滚,但一个人要想成功,不仅要高自身的努力,还得看机遇,善有善缘,善有善报。 只要你人品端正,多行善去,肯定就会负责身后。 第一名狮子座,狮子座的人内心细腻,富有仗义心肠,遇到弱者他们总会伸出援助之手。 做好事也总是默默的去做,并不是为了得名还是得力。 他们有着一颗心侠仗义的心,好事做多了,福报自然就会往上层层叠加。 加上狮子座的人为天之骄子,命中自带的福气本身就不少,因此狮子座的人一生福报都倒想不完,律师总能够化险为夷。 切意的归人提携,万年官员财俊腾腾,第二名双鱼座,双鱼座的人天性善良,不贪图名利,大方,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,所以人缘非常好,还有他们心肠好,愿意帮助人。 懂得饮水思源,受到了帮助一定记住,这样的人难道,不值得坐拥福气的一生吗? 善良,不是他蠢,而是他不贪图名利,不与人斤斤计较,也不喜欢掩饰或恶意打扮吸引异性。 他注重实际,不会讨好人,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大发雷霆的,心肠软,容易倾斜别人,耳根软,会记住别人对他的好。 第三名处女座,处女座的人,正直,诚实,充满正义感,性格直率,力目力强,擅长判断能力,有敏锐的第六感,处女座的人爱挑剔,多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,较聪明伶俐,兴奋,事业心强。 处女座人的生活较顺利,但身边容易出现小人,动荡较大,一生之中,最为精彩,能享福的是在后半生,天生请起的神针中能凭着自己的一生而故抵抗命运,靠自己转运。 第四名射手座,射手座的人性格开朗,思想活跃,也拥有着很强的自我提高能力,人缘也非常的好,总能解释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。 所以即使射手座人没有饮食的家庭背景,他也能拥有较好的福气,而他的福气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争取来的,射手座人只要确定和对方做朋友,就不会太计较对方太多。 目光放在当下会多一些,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,很容易满足,有颗乐观豁达的心,知足场了,也是有小小的幸福感和福气的。 第五名射手座,射手座的人是天生就有福气的人,他们很懂得出力人际关系,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常常有贵人的扶持,生活上即使遇到一些困难挫折,陷入矿境,他们都不用发愁。 因为本来就好命,总有人出手相助,很有福气,天生做的人天性善良,不贪图名利,大方,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,所以人缘非常好,还有他们心肠好,愿意帮助人,懂得饮水思源。 受到了帮助一定记住,这样的人难道,不值得坐拥福气的一生吗? 如果你喜欢的文章,你可以,一家关注二评论三,转发分享。 真心感谢,每一位看我文章的人,希望你们喜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见证明,然积会订阅本频道。